大家好,星期二日報,今天是2022年10月15日,星期六 近年有不少香港藝人都鍾情北上尋真銀 當然,其實也不是近年的問題,已經是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 銅牙男神被譽為,這個銅牙男神的張志林也宣布加入內地人氣節目披荊斬擊的哥哥二 只不過他為了贏這個比賽,張志林除了邀請太太袁詠儀一起亮相這個節目之外 更加不惜在台上補辦婚禮 對於Chillam這個安排,袁詠儀看起來很感動 不過令到其他參加者略有微言,這些之前都說過 更疑似不知間接正直接令到袁詠儀24年的歌迷會宣布關閉 在這個《非經斬擊的哥哥二》中,張志林、袁詠儀又表演結婚 本來都已經惹來不少熱意了 認為張志林為了贏比賽,連這些都每次放上台 所以令到袁詠儀24年的影迷會《永遠心儀》的影迷會 突然間宣布關閉 就這樣寫,袁詠儀影迷會《永遠心儀》關站公告 本身15號就是《永遠心儀》的24週年紀念日子 但如今究竟有沒有這個緣份能夠一起走下去呢 那就等我們江湖再見,山水有相逢吧 之後他的影迷會會長還轉貼了這個鐵文 更加表示江湖不見 說一下公告 天下無不散之現直 心儀的永遠 或許並不能永遠 不到那一天 誰也不知道永遠的盡頭在那裡 如今像是看倒了 又好像成了新的起點 曾經的往事如煙 未來在此刻 苛刻彷彿不可見 那就先就此別過 我們江湖再見 山水有相逢 這個就是他們10月6日所發的公告 其實影迷會都沒有說到有什麼原因要關閉這個影迷會 不過有不少網民就差錯三個疑點引至這個影迷會關閉 第一點就是 張智霖和袁詠儀補辦婚禮其實原因是因為 在2011年的演唱會上 張智霖曾經對太太許下承諾 就說60歲就要補拍這個婚紗照 覺得一直以來自己對袁詠儀都有所虧欠等等 不過這個原因好像用完又再用 原來張智霖的表演結婚已經不是第一次 被網民罵 上一個眾藝已經結過一次婚了 網友已經見證了你們三場婚禮了 蛤 港台那班人是不是沒有情懷賣了 自從他們再結婚一次 再搞一次婚禮之後 就再不想看這對夫妻了 傻了 香港不少人一早已經不想再看這對夫妻了 已經遲了 網民第二 第二點就是說 就有新的袁詠儀近年的事業重心已經改變了 又沒有接拍新戲之餘 好像只懂得上眾藝那裏放閃 就算她有拍 就算她有接拍電影我也不想看 幾十歲有什麼好看 加上她除了她今時今日這個位置 她除了上眾藝放閃 她有什麼好做 根本也是在消費自己以前的知名度 第三點 袁詠儀根本不在意粉絲和影迷會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網民就說 這個影迷會永遠心疑 關門大吉 一件事就爆 袁詠儀對粉絲的態度很差 早前還因為張志琳的粉絲 去罵自己的粉絲 令粉絲很傷心 強調袁詠儀根本不在意內地的粉絲 更加說 港台根本沒有幾個藝人 是真心在乎大陸的粉絲 嘩 什麼這麼遲才醒啊 他們只在乎人民幣而已 其實除了這三點之外 有些網民都覺得 其實她兩個看起來好像很恩愛 其實一直都是各有各玩 袁詠儀曾經在智雲飯局的訪問裡面說過 Chillam在2004年曾經和曾志偉一起去泰國拍戲 他們兩個經常走到特殊場所 而袁詠儀就說她自己知道了之後就沒有生氣 她說我覺得男人應該要出去見識一下 現在去總比老了先去 同時間她在另一個節目跟Chillam說 你玩歸玩最好就不要讓我見到 走遠一點 記得做足安全措施 張志琳就回答她好啊 她兩個這麼開放的對話 引起網民的熱烈討論 覺得他們各有各玩 所以平日張志琳經常為靚靚 送出一些名牌手袋其實可能有內情 網民還猜到 可能每次滾回來都有手袋收 一方面可以彌補自己的內疚感 另一方面可以被外界以為他們更好恩愛 雖然我覺得這些都是網民的猜測 但人家公婆有他們自己的相處之道 可能這些就是他們的相處之道 其實袁詠儀喜歡Hermes已經是下街之項文 無論是甚麼款式都好 她都通通有入手 她的Hermes珍藏量簡直好像一個珍藏褲一樣 保守估計Hermes的手袋珍藏量 簡直是要用一間房去擺她的寶貝 至於手袋背後是否有內情 就沒人知道 我就覺得就算你們兩個真是好恩愛也好 你每次在鏡頭上放閃 真的看得多都漏了 無論他們兩個是否回到大陸找人 兩個是否各有各玩也好 真是已經 又幾十歲了 你放閃放到何時 兒子都這麼大個 她的Fans的江民會會長那句江湖不見 我覺得簡直可以比美一句潮語 總之都是不了 這一節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有能力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訂閱星期二日報 星期二新聞集團這邊的頻道 多謝大家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她做了贊助 聽星期二得道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 多謝